科研人员介绍,本次科考在2000至3000米深度的海底 发现一处水下文物点和三处船体以及多个单体降有关 在考古深度上,我国的水下考古深度首次突破2018年的1000米 因此,本次综合调查采用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并结合海底深海探测脱体、无览自主潜航器等装备协同作业 此次深海考古的发现主要得益于无人深浅技术的引入 以及载人无人深浅技术的结合应用 我们首先利用深学深托进行大范围的搜寻 每天可以搜寻100平方公里左右 然后可以找到米级大小尺寸的物体 确定了仪式点之后,我们会安排AOV进行水下的连续拍照 如果在照片中我们能够发现有沉船或者可疑的文物 然后就会安排载人深浅进行水下的查证确认以及文物的提取 这样的高科技协同作业设计国内十多家参航单位 拓展了海上科考的探测和作业能力 大大提升了效率 科研人员对这些遗存开展了影像资料提取 三维激光扫描 环境和船体沉积物及木材样品采集等工作 提取出水淘器、瓷器、紫砂器、铛钳、船板等文物标本66件 三维激光扫描